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 大家好 今天这支视频呢是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春case化妆箱 这种化妆箱呢其实在国内卖的挺多的 但是用的女生挺少的 其实这种化妆箱是很实用的 就说我吧 我能过一阵再回国过暑假了 大概有两个多月的时间吧 那那么长的时间肯定带回去的化妆品当然就不会少了 为了配合你每天那个不同的搭配呀 然后不同的产核肯定都会用到很多不同的彩妆 那废话就不多说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化妆箱吧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化妆箱 我买的这个化妆箱呢是一个粉色的 然后它另外还有卖一个黑色的 这个呢是它配有的一个袋子 你可以卡在它的两边 然后出门背起来的时候呢就很方便的 我们现在打开化妆箱来看一下 这个化妆箱呢大概里面就是长这个样子的 左边和右边各配有两个那种小型的抽屉 然后下面是一个比较大的空间 你可以放一些有高度的像粉底液一样的东西 然后这款化妆箱比较不同的是呢 它跟市面上大部分的化妆箱不太一样 它这个卡槽里面的这个隔断板是可以拿下来 随意让你任意切换位置的 你就可以根据你的化妆品的长短啊 大小啊不同啊来随意摆放 这样子的话呢会比较节约空间 然后呢也会方便一些 好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从右边的这部分说起吧 先说右下角的这一个小方格 我放的是腮红一类的产品 这个呢是Kiko家的一个腮红 是橘色系的 然后是Tarte家的腮红 也是橘细的 然后还是Tarte家是一个粉色的 旁边呢我放的是这个 这个是爱丽小吴家的一个控油的粉饼 叫珍珠粉饼 上面呢放的同样是爱丽小吴家的一个腮红 粉色系的非常可爱 然后旁边空余的这个位置呢放了两个欠臂的腮红 同样一个是粉色系的一个是橘色系的 这是今年非常火的千倍加的菊花腮红 空余的最后这一小个位置呢我放了一个这个 这个是一个小的盒子 我里面装的是一些小碎钻 就是为了配合一些不同的眼妆 像Tiffany的那个The Boys里面的彩妆就有用到这个 好那这一个section呢就完成了 我们来看上一个 我放的呢都是像眼线液呀 还有眼线笔呀这一类的东西 还有一些眼影棒 首先呢我先来放那个眼影盘 就是因为它很薄嘛就放在它的侧边 这个眼影盘呢可能看不出来是什么颜色的 它其实就是用来打底用的都是一些很淡的颜色 我试一下 是一个浅蓝色还有一个浅粉色 用来打底呢就非常好看 然后是三支NIX家的张宝爱 眼影笔淡紫色的金色的 还有这个非常有名的604色号白色的 还有这个非常有名的604色号白色的 都是用来打底的 然后呢是亚什兰黛家的一支 眼影棒 紫粉色的 最后这支呢其实是眼影棒 但是我一般是用来画卧蝉 这个是爱丽小巫家的 然后还有两支NIX家的彩色的眼线液 金色的和粉色的 不是 accidentalBOX 就是我们的 这个就是NIX家的 这个是美 Kirby跟 mencion laser看 也就是用来效 suscept İşte 拿来消出一下你画的不太好的眼线啊 什么的 然后就是霉布产品 然后就是 finish 这个是ając 家的美股 巧 Shop 这就是 这一个美股 Anatasia的极细眉笔 还有Wordglass家的砍道性眉笔 然后是MAC的和爱丽小屋的染眉膏 一个深的一个浅 然后剩下的这一把呢 就都是各种不同的眼线液 这个是茉莉无边 Benefei家的 然后这个是欧莱雅的 还有Kit Home家的 还有这支是Mac Jacob家的 最后来说一下这一支 这个是Burberry家的一个Contour Pen 就是用来修容的一支笔 是这样的 用它来画鼻影呢 非常的方便 最后呢在边上放的是一个这个 Skin Food家的遮瑕膏 这一小块就放好了 左边的这个section呢放的都是一些妆前乳 Burberry家的 Burberry家的Flash Glow 带珠光的 Volk class家的装前乳 这个是Bunny Lanco的一个CC霜 Stella家的冰淇淋散色粉底 还有胶兰家的这个24k薄金的水润珠光 Primer 还有这一个是Urban Declay的 一个定妆喷雾 这个非常可爱的是Tody Moly家的 遮黑眼圈的 还有我把这个 最后这一小块 把那个卡刘海的这个放在这里 还有这个 这个是防孔菁英 是用来遮毛孔的 是贝林菲他们家的 右边下面这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呢 是装的都是唇膏 娇兰家的打底唇膏 YSL的金管方的 还有三只YSL家的金管方的 两只香奈儿的 一个是大红色的 还有一个是这种淡粉色的 还是茶红红色 然后这个是 兰蔻家新出的这个 咬一咬的这个唇釉 这个是一个 美宝莲他们家的一个 就是 画那种咬唇妆用的 这个画在中间 然后用这边晕染开 两个香奈儿的唇肉 两个Dial的唇膏 这个是变色唇膏 这个也是红色的 比刚刚那个香奈儿稍微深一点 这个是 妆前 现在用来润一下唇的 是那个Fresh家的润唇膏 上面这一小块呢 我放的是一些散装的眼影 Kiko家的水波纹 金色的 Nix家的烘焙眼影 紫色的 铅币家的小橱橘系列眼影 紫色的 这个是一个闪粉式的 Urban Declay家的 拍在上面 还有这个是 爱丽小屋家的橘色的 和Urban Declay家的紫色的 旁边呢 放的是 三个眼影棒 还有一个 这种闪闪闪的 那个 亮片式的这种眼线液 是Urban Declay家的 这两个呢 是滚轴式的 应该比较新奇 这样一滚 就能画在手上 非常的方便 还有这一支是 YSL家的 液体眼影棒 最后这一小块呢 是 Bobbi Brown的一个眼线膏 棕色的 某些眼妆 为了加强一下眼睛的深度 我准备了一些双眼皮贴 放在这个Seption AB家的两个 这是一个露华浓的钻笔刀 胸美笔用的 这是三个贴双眼皮的小工具 还有一个双眼皮胶 上面这一块呢 放的都是 睫毛膏 这个是贝林菲家的 去年新出的 据说用它画 可以不用 睫毛夹 就可以把 睫毛画得 非常的翘 然后这个是 欧莱雅家的 这个画下睫毛 是非常好用的 一根一根 然后两支Dior的睫毛膏 这是打底的 然后这个是加强的 非常的刺激 然后外面呢 这个是用来画前面提亮的 这是一个提亮的引线液 是阿里小欧家的 然后放了一个这个 打底的 还有这个 假睫毛的胶 最后在上面放了一些小工具 两个刺激 小剪刀 还有一个镊子 这上面这一小块呢 我放的是几个美妆蛋 一个美妆蛋 还有这种备用的 还有一个这个也是备用的 非常软 还准备了几根棉签 还有一个这个是一次性的 用来刷睫毛的 然后就到中间这一大块了 这一大块呢 就是放我最喜欢的眼影盘 先说第一个 Urban Decay Naked 3 粉色的大地系 非常日常的妆容 还有这个 也同样是Naked Smoky的 这个眼影盘 再说这个 非常漂亮的这个 是他们家 15周年的新亮版 打开是这个样子的 非常漂亮的颜色 这个是今年他们家新出的 那个彩虹盘 也是非常漂亮的颜色 我来画一些 今年彩色的妆容 非常流行 那是非常好的 然后上面放的是这个 是Tarte家今年新出的 修容盘 就是这边是Color Collection 就是修正你的颜色的 然后这边三个是修容的 和遮瑕的 这个是一个可以自己配的眼影 这些全部都是我自己搭配的 然后这个是我用了非常久的 是Dior家的一个 出门戴在身上非常方便的 这边是四个唇膏 这边是四个眼影 这四个眼影的颜色都非常漂亮 我出门的话都一定会带给它 smashbox家的contour palette 修容盘 pony和minibox合作的一个眼影盘 这是02号 Workglass家的这个高光 这个是基凡西家的一个四色的 三色 画上之后非常的漂亮 而且也有修容的效果 这个是Tarte家的一个powder smoothie powder 隐形毛孔非常好 最后是两个比较少见的 这个是一个开架的品牌 Heart & Candy的眼影盘 这个是Bake的眼影盘 然后这个眼影盘 是glitter 上面就是一些闪粉 但是这个不是粉状 它是胶状的 非常的软 所以它不会飞粉 非常的漂亮 放在这里 然后这些地方空余 都有放的是一些粉底 先说这个是夏天 我非常爱用的一个 BB霜 是Skin79他们家的 一个寒妆 George Armani的四绒粉底 还有George Armani家的底管 这边空余的这个地方呢 放的是Benefit家这个 High Cream高光 还有Benefit他们家的这个 遮瑕棒 这个遮瑕棒呢 中间是遮瑕棒 外面那一圈呢 就是用来滋润的 所以画在眼睛上不会非常干 非常的好 这个格仁呢 放的全部都是我的刷子 就给大家终点介绍几支吧 这个是Real Technique家的那个 Contour Brush修容的 这个也是Real Technique家的高光 这个也是打高光的 这个扇形的 然后这个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 刷powder的一个刷子 这个是Tufus下的一个限量 这个也是一个刷powder的 这种是大一点的 还有我最喜欢的粉底刷 Sigma的F80 这个是Tufus下今年新出的那个系列里 就是刚刚刷这个修容的一个刷子 最后说三个小工具 这个是一个加睫毛的 是直寸袖的 还有一个便携式的烫睫毛的 还有一个就是眉道 上面这一块呢 还放了一个这种便携式的小盒子 里面放的全部都是假睫毛 然后这边刚刚空了一块 还放了一个Bobby Brown的单色眼影 那最后这小一个的这个section呢 我放的是两个我最喜欢的香水 一个是Claue家的这个蛋香香水 还有一个是Cristian Dior家的这个Miss Dior 旁边放了一个VDL的这个贝壳 primer 最里面呢 放了是一个Kiko家的假油 然后上面这一块呢 控制的我放了两个新的就是备用的这种假睫毛 这个是单支的 还有这个是兰扣家今年新出的这个修容的修正颜色的这么一个粉底 是紫色的 还有 还有Liori他们家的这个Water Drop BB霜 好了 这个就是我整个的化妆箱了 现在把它合上 那我的化妆箱最后就打包完成了 那谢谢大家今天观看我的影片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呢 记得给我点个赞并订阅我的频道哦 拜拜